哈喽,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是如何把一个这样没有灵魂 千疮百孔,皱褶满满的一个荧幕 变成现在这一个 生机薄薄 色彩缤纷 看了都会微微一笑的荧幕 OK,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这一台MacBook Pro Ray是我朋友的 它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用到现在 大概在两三年前开始 它的荧幕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情况 看到的人它的食欲直接下降了70% 一开始以为只是荧幕肮脏 只是用低数价去卖一卖就算的 也没有去管它 然后时间久了就变成这个数样 这种情况的科学名字就叫做Standgate Standgate的意思就是指 荧幕前那块薄薄的反光图层 开始慢慢的脱落了 OK,话不多说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是怎样把这个Standgate的问题给解决掉 方法很简单 既然荧幕上的这个图层啊 已经开始慢慢的脱落 我们就索性的直接把整个荧幕的图层 慢慢给去掉 其实,如果你去Google一下 Standgate这个issue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网上其实很多人都会用Listering这个漱口的东西 去把那个荧幕上的图层慢慢去擦掉 但是我在一些forum上看到一些人说可以 一些人说不可以 而且我现在也没有Listering 刚好我家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Metalated Spirit Solution 这一罐东西呢 其实你去哪一间Watson都可以买得到 它的价钱大概在七八块左右这样子而已 这一罐东西呢 其实就是用来在你的伤口上消毒的 因为它拥有的那个酒精成分比较高 这边是写70%alcohol啦 所以它对去掉那个荧幕上的反光图层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去掉荧幕上这个已经受损的图层呢 我们需要四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Metalated Spirit Solution 第二样呢就是这个 Microfiber的布 一定要用Microfiber的布 我不可以用那个Dissue 因为Dissue其实是很粗糙的 你在反复来擦这个荧幕的时候 你可能很大的机会会伤害到这个荧幕 第三样就是一块小小这样子的肌肉 不用太大这样子的size刚刚好 最后呢就是一个小时的那一行 没有听错是一个小时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可以慢慢的把荧幕上这个损坏的图层 慢慢给去掉 OK我们的手术现在开始 首先呢我们把荧幕到这来放 那个荧幕是必须要贴在那个桌面上的 这样的话你在擦荧幕的时候也会比较顺手 也不会很容易的会损坏到你的荧幕 把刚刚准备好的Metalated Spirit Solution呢 一点点的粘在你的Microfiber的布上面 我是这样子来做的啦 把那块布列塞在那个罐子的上面 一点一点的倒出来就好了 确保你那块布是有粘到酒精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一点一点的 把那个荧幕上的图层慢慢去擦掉 记得记得不要用死力 不要用粗力 不要用暴力 要用盈力 啊不然呢 你的荧幕分分钟会给你擦到碎掉 看到差别了吗 同学们 然后呢 你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永远 这一架MacBook Pro的颜值 也从20分直接跳到100分去 而且那刚刚不见了的70%的识意也回来了 其实呢 苹果是官方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的 也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那个解决方案呢 就是直接的免费帮你换掉整个荧幕 只要你的MacBook是在这个list里面 只要你在购买的日期开始的4年内 苹果都会免费的跟你更换掉这个荧幕 那如果很不幸运的 你的MacBook Pro没能在有效的期限内 去更换这个免费的荧幕的话呢 你不妨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 便宜又快 成本不到10块钱的材料 就可以把你Standgate的problem 直接给解决掉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